上去卷到哪裏 好了,我們講的是 FETA醫術 現在世間所有病和症狀 不單止是因為令到人類痛苦的原因 因為我們人體中的生態環境的改變 打亂了每個人的生態平衡 變了帶來很多不同的疾病 在生物化學的變化 所以現在複雜了 因為吃東西多了很多東西 因為這樣 IORFIDA的系統就講到 需要將醫療的方法給各行各業每個人 因為不同行業有不同的疾病 當你生活的內在和外面的條件改變時間 如果你想保持健康的話 就需要不斷地調整 那你才能夠維持均衡的 即是你做這份工變成做另一份工 你的工作時間又變了 你就要不斷地調整 那你才能夠維持均衡的 就不是說我現在每天這樣 健身或者每天這樣錯 到你那個工作位置一改變 或者人事改變 你就要調整 這個調整 因為你的人體設計本身的天然 有智慧和能力 你會自己發生的 但有些需要你自己有意識去決策 即是你不能夠自動去調整你自己的話 就要用你自己意識去選擇 有些自動去調整 有些人體 根據你的環境調整 那為了保持你的健康和平衡 我們由三大的能量去變魔術 根據你的病徵的要求 用行動去增強或者減弱 那種風的能力 火的能力 或者水的能力 有些要減弱的 不一定要增強 那你還要時時刻刻 你知道 時時刻刻你的意識 時時刻刻你都在治療自己 在平衡中 一直不停在治療自己 好像魔術這樣變化 一旦你不同 一旦浸溫泉 一旦浸冷水 一旦浸熱水 一旦喝冷的 一旦吃咖喱 你不同的時間 你自己便要變化調整 治療健康平衡有意識的生活 在你每一個當下都在運作 其實是一種生活方式 是一種被動式的療法 是每個人為自己的日常生活負起責任 透過你個人的飲食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工作 很多不同的責任 是每個人的壓力 你將它當日常生活 是一個整體 你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行動 做到一個預防 自我醫療 完整完滿 潮向一個充實滿意的健康目標 就是有這個沽眠 根據阿諾菲達的說法 人的生命有一個目的 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生命的目的 大家有沒有想到 生活的目的 就好像很多人說 生活的目的 就是讀書略 我的治癒 但生命的目的 就好像很少人看 人的生命只有一個目的 這個目的 只有知道或者認識到 做物主的意思 就要知道上帝的意思 就是如何製造你的暗間盞出來 那個動機在哪裏 你知不知道誰知道 怎麼知道 我又不是上帝 我告訴你 我們FIDA以上的學問 我告訴你 人的生命只有一個目的 人的生命只有一個目的 就要知道或者認識到 做你出來的人的 目的 動機 什麼目的 不一定是你父母 你的父母是工具來的 怎麼設計這套遊戲 讓你有人在這裏 好 還有你要理解 你和這個做物主的關係 就是你和上帝的關係 因為耶穌教就是上帝做人 就是你要知道你和上帝的關係 到你知道之後 你又影響了 你的日常生活 這個偉大的目的 可以由平均的生命四大基礎而完成的 Dharma 就是法 職責和證行 Hatta 就是利益 墨則的成功 或者財富等於 Karma 欲望 正確的欲望 和這個 Wakasa 解脫 心靈的解脫 這四樣東西叫做Poihasa Poihasa Poihasa 是人生的目標 亦都是說 任何人個人生命中的四大目標 或者成就 所有生命層面的基礎就是健康 如果要維持法的存在 這個Dharma 完成了你對自己和別人的職務和責任的話 我們必須要健康的 因為你都完成不了你的責任 如果你完成了創造財富 貫徹你的行動成功的話 身體健康又一定不可以少 如果你要擁有創造力 正確的欲望 我們更加需要健康的心靈智慧和意識 因為你的欲望是亂搞的 我想升功發財 好像湘小明的小鬼一樣 做個禮物送給大大 生日六月份 那就仆街了 你的欲望是錯的 你要有智慧 所以加了健康的智慧 最麻煩欲望 如果你有一個正向欲望 你需要有健康的心智 和意識 和健康的身體 和健康的感知 那個感覺要很敏銳 切回這樣就立即切 不要那麼切切 就是你沒有了那個感知能力 你明白嗎 健康的感知 健康的感知 欲望就是calmer 有時被它詮釋等於性 意思就是你的子孫和家庭生活 但其實欲望是正向能量或者力度的 它有這個欲望才能夠驅動你去做一些有創造力的工作 如果你沒有欲望 如果你沒有欲望 那世界就不進步 而摩卡莎或者心靈的解決 不過是身體和你的心智和意識 或者靈魂的和諧 或者靈魂的和諧 在解決方面 即是和諧到的 基於這樣 如果人在人生中有成就和充實的滿意的話 其實全部依靠你有一個身心的健康 身心都要健康 身體和心靈都要健康 好 開始解決 好 開始解決